大家好,我是武斌,七科夫写给他老婆的两童情书 非常会卖萌 七科夫医生应该说是爱过两个女人 第一个是可能他真正非常爱的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七科夫妹妹的同事 他们最开始有好感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位画家在当中 所以他们是三个人 这个女孩就写信给七科夫说 你要是说那个画家有你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本事 我都已经请他吃饭了 这不就是明摆着说你怎么还不请我吃饭吗 七科夫也受撩啊 就两人通信多来往后来就恋爱了 不过恋爱之后呢 七科夫就对这个婚后的生活很恐惧 用现在的话来说吧 就是有点恐婚 那这个女人肯定是还是想结婚吗 他们的关系就渐渐的淡开了 这个女人就跟一位已婚的男士私奔了 私奔到了巴黎去 到了巴黎之后他们甚至还生了孩子 但是最后这个跟他私奔的人还是回到了自己妻子身边 相当于是把他抛弃了 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就是这个女人 他生了孩子去世了 日子也过得越来越惨淡 他还写信给七科夫告诉他自己的日子过得是多么的不好 那要请求七科夫给他回信 那七科夫也回信了 同时就非常的急切想要去看他 那七科夫到了巴黎之后 阴差阳错啊 这个女人就没有在巴黎 当时到别的地方办事去了 他们俩就没见上面 那还好的是呢 后来七科夫回到莫斯科 这个女人也来到莫斯科 他们见了面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段是进行不下去了 而这个女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七科夫 七科夫去世之后 这个女人来到七科夫家里 穿着一身的黑衣服 默默地站在窗前两个小时 任家里面其他什么妹妹啊 什么这样的那样的亲人 跟他说话跟他怎么样 他都没有回答 一直站两个小时之后 默然地又走了 他那两个小时到底在想什么 他内心到底承受着怎样的那种痛苦 可能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出来 七科夫呢 在之后又写了一部重要的戏 叫《海鸥》 那《海鸥》当中这个女主角呢 就是以他深爱过的这个女人 作为原型来写的 那写过之后呢 有一位女演员 来演了《海鸥》当中这个女主角 更有趣的就是 七科夫最后跟这位女演员结婚了 但是他们其实每年见不了多长时间的面 因为当他们结婚的时候 七科夫已经肺结合啊 这个肺病已经到了很不好的状态了 于是他必须到一个更南边的城市去养病 因为这个女演员 他的工作在莫斯科 他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嘛 他天天得在那排练演出 所以他们是聚少离多的 一年偶尔见他们个几个星期的面 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写信 七科夫在这一段长长的婚姻当中 一共给自己妻子写了433封信 而他妻子回了400封信 所以他们一直密切的 是用书信来来往的 不过到了最后呢 其实七科夫也感觉到了 这段感情开始越来越淡薄 不过这个女演员呢 也算是对七科夫是很好的 直到最后七科夫去世的时候 这个女演员都一直陪伴着七科夫 这样看起来 七科夫的整个情史 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充满了戏剧性 自己爱的这个女人 没有跟他结婚 然后自己把这个女人的故事 写成了一个剧本 而来演这个剧本的 这个女演员和他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 七科夫写给他老婆的心 真的是非常的呆萌 所以接下来 我想跟大家读一读 七科夫写给老婆的情书 太可爱了 真的太可爱了 可爱的非凡的女演员 美丽的女人 如果您知道您的来信 给我带来了多少欢乐 我滴滴的向您鞠躬 滴滴的 滴到额头 要碰到我们家内口 已经挖到巴掌声的井底 我已经习惯和您在一起 现在我很苦闷 而且无论如何 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想法 在春天之前 我见不到您 好了 我紧握和热纹您的手 祝您健康 快乐 幸福 工作吧 跳跃吧 迷恋吧 歌唱吧 如果可能的话 别忘了我这个编制外的作家 您的忠实的崇拜者 安东 齐和夫 当时看这段把我看得直乐 便条 香水和奶糖都收到了 您好 亲爱的 珍贵的 非凡的女演员 您好 我在巴赫切萨拉伊的忠实旅办 您好 我的快乐 祝您健康 幸福 快乐 不要忘记作家 不要忘记 否则 我会在这里淹死 或 与蜈蚣结婚 强烈的 闻您的手 热烈的 热烈的 完全属于您的 安东 齐和夫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内心 有一个卖萌的齐和夫啊 所以我读到的齐和夫的书信都特别的萌 为什么他对自己的诅咒是淹死和与蜈蚣结婚 与蜈蚣结婚是个什么梗啊 女演员给我写信吧 否则我很寂寞 我像坐在监牢里 我好生气 好生气 为什么要重复好生气 感觉齐和夫是特别呆萌的那种感觉啊 他最早期的作品很多是那种非常幽默的小短文啊 包括后面写的很多都是讽刺的一些短文啊 幽默短文啊什么的 当然他也靠这个发了家买了庄园啊 不过到他最后 人生快要走到一个 他知道自己病了嘛 越走越向下坡路走的时候 他写的文字越来越灰色 但是他依然把他的那些樱桃园啊 这样的戏称之为喜剧 那他的喜剧性到底在哪里 他绝对不是一个只会写好笑的文字的人 他会把那些内在的一些悲伤 隐藏在那些好笑里头 如果你仔仔细细去读 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信 其实也能看得到里面看起来的卖萌 也充满了悲伤 因为他们不能见面 他要去淹死或者与无功结婚了 所以七个副传 值得开卷有益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